是六年三班的胡凯君 我这次的作品名称叫做夏天 这个画的灵感来自于一些动画中或影像中 夏天时非常炎热 然后坐在家里并把窗户打开 一边吃着西瓜 刹冰 吹着冷气 凉风 听风凌月耳的铃声 这个场景真是令人享受 梦想中的夏天 这幅画创造方法是 首先先用铅笔打抄稿 接着用水彩上色后 再用蜡笔点缀 做出深浅变化 最后再用奇异笔描边 就完成了 结束